今天影片呢给大家介绍这样一款非常多功能的实用的比较适合上学上班的一款背包 来自洛杉矶的品牌Atomic Mission Gear 这背包呢Atomic Mission Gear已经寄给我几个星期了 自从拿到手之后呢基本上每天呢我上班都会使用这个背包 使用之后的感觉呢我非常喜欢这样一款背包 这个包呢从外观上看呢黑色的相对比较普通低调OK 非常适合上班上学来使用 但是呢大家不要被它的外观所迷惑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公文包 比起一些其他普通的这个公文包来讲呢 这个包呢还是有很多其他普通的功能的 那么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包的一些细节 首先呢这个包的面料呢采用了是编织密度为1050D的尼龙 比起市面上其他的一些普通的背包呢 它的尼龙的编织密度呢要更加的紧密 所以呢更加的耐磨 摸起来呢也是更加有质感 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它正前方呢有两个收纳的空间 上面呢有一个大的主体的存储空间 它的这个正上方和侧面呢分别都有这个提手 所以呢不管这个包出于任何的角度 都是非常的容易的把它从地面上拿起来 非常方便的一个设计 而且呢如果你长时间喜欢用这个提手来提这个背包呢 上面呢它有一个这个护手袋 拎起来呢也不会这样勒手 正前方呢有这个Atomic Mission Gear的这个方形的logo 从侧面和这个底部看呢这个包的厚度呢不是特别的厚 但是呢实际上它还是挺能装东西的 把这个存储空间打开呢这个拉链可以一拉到底 整个打开呢你可以放很大的东西 比方说这个大的耳机 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有拉链的口袋 这里面呢可以放一些钱包和小的物品 来跟这个大的存储空间呢分离开了 这边呢同样是有很大的存储空间 这个拉链呢都是可以一拉到底 这边呢可以放非常大的我的GoPro的装备 还可以放充电宝 那这里面呢同样是有一个大的拉链 这里面呢可以放其他的一些物品 然后这个上面呢还有一个口袋呢 是可以放你的手机和一些其他的设备的 特别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外面需要使用这个充电宝的时候 比方说呢你的手机没电了 我可以把手机呢插在这儿 把它呢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这里面呢你可以连上你的充电宝 这样呢手机就可以一直充电 而且呢你不会担心这个接线口呢会弯折 OK 非常不错的一个设计 它的背面呢同样是这个1050D的尼龙材料 OK 它的上面呢有这个肩带 肩带呢有加厚的部分 所以呢不会这样勒肩膀 而且呢它这个挂环设计的呢是在这个包的两侧 这样呢背起来呢更加的舒适 这背带呢很容易的就把它拆掉 那么把这个大的存储空间打开呢 这个拉链呢也是可以一拉到底 在这里呢也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我放了一些文档文件 OK 把这个打开呢它有一个放电脑的这个夹层 这个夹层呢都是有夹厚的 所以呢对你的电脑呢起到一定保护 我这里面呢放的是一个15寸的苹果电脑 非常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放到这个里面 如果你的电脑呢是在15到16寸左右呢 即便是相对比较厚应该也可以放到这个夹层里面 上面呢有这个塑料扣 可以把它呢锁起来 这样呢如果你把这个包全部打开呢 这个电脑呢也不会滑出来 这个大的口袋呢实际上也能放很多东西 比方是这个比较厚的这个东西可以放进去 看到这个侧面的感觉 OK 那么除了这些功能呢 这个包呢还可以作为一个双肩包来使用 先把这个扣起来 有的时候呢对于一些学生经常要上下课往返一些不同的教学楼 一个单肩包呢可能相对的比较重一点 双肩包呢能平摊这个背包的重量到两个肩膀上 而且呢比较适合快速的行走 还有一些上班族呢经常要赶公车赶地铁 而且呢在地铁里面非常的拥挤 如果是一个双肩包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背部 这样呢就会更加的方便 所以呢这个背包呢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在你需要一个双肩包的时候呢 非常容易的就可以把它转化成一个双肩包 OK 把这个口袋打开呢里面有一个双肩的背带在这儿 OK 下面呢从这个脚抽出来两个条带 只要轻轻这样一扣就好了 这样呢这个背包呢就转化成一个双肩包 而且呢上面呢还有这个小的条带 可以方便呢调整这个肩带的受力 下面呢就把这个背包背到身上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呢我每天使用这个包呢 大部分时间呢是喜欢这种双肩的这种感觉 OK 背起来呢还是比较舒适的 而且呢它是肩带呢相对还是比较厚的 背起来不是那么的勒肩包 当你中间呢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呢 你可以这样拿你的钱包啊 拿你的一些其他的物品 所以呢这个背包呢是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的 适合上学上班的一款背包 如果你对这个背包有兴趣呢 可以到Atomic Mission Gear的官网去看一下 它们呢可以寄到世界的各个不同的国家 而且呢如果你现在使用Leo020这个折扣码呢 可以打八折 另外要说的是呢 这一次呢连同这个背包 Atomic Mission Gear呢也寄给我这种高品质的这种尼龙腰带 如果最终时尚潮流的朋友呢 对这个锁扣呢一定不陌生 现在呢很多一些奢侈品的品牌呢 都喜欢用这个锁扣做一些元素 放在它们的背包上面 腰带上面OK Atomic Mission Gear呢就出了很多这种腰带 有宽的还有窄的这种 我自己呢比较喜欢这种窄的这种腰带 非常非常的方便 它上面呢采用这种美国生产的repetor buckle 非常的容易打开和关闭 而且呢我自己呢经常从事一些户外运动 这个腰带呢更加适合我从事不同活动的这个需要 另外呢它还发给了我一些这种钥匙链 你可以把它呢挂在你的背包上面 或者呢用它呢当做一个手带 提你的小的手提包都可以 它上面采用这个金属环呢 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非常非常的接纷耐用 比方说呢我把它扣在这个背包上面 OK 它可以承受这么重的重量 里面呢有一个苹果店的 OK 这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不要忘记给我的影片点赞留言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们喜欢Atomic Mission Gear的产品呢 可以follow他们的Instagram 到他们的官网去看一下 好了这是Leo 我们下次的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